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我们双手持刀进行朴素且强大的斩击 头锤弹反 利用战脚都最粗大的脚弹开刀刃 由于用头部解决了对方的进攻 三勒得以解放双手 迅速进行反击 击中对方铠甲军虐的位置 然而似乎还是没有多少伤害反馈 然后三勒开始思考策略 虽然没有办法和潘西亚共花费的大家钱相比 但为了这一战 我也是快破产了 收下吧 价值8万块的这招 说吧 三勒对着空气进行了两次斩击 发动致命认数 水晶之月 只见对方背后的空气中浮现了一圈波纹 中心处出现了几滴液体 而后像是收到了横向中力靠近对方后背 下一瞬间 水柱喷涌而出 跨出了三勒刚才原地施展的两次斩击 命中伪扎未门的后背 水晶之月 顾名思义 正面施展攻击 实际效果以镜向的形式出现在目标的后方 在对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命中率极高 但这一招的战略意义绝不仅仅如此 突然收到来自后方的威胁 就像是上课或者上班的时候 背后突然刷出个班准或者领导 任何人都会条件反射的转身 然而正如水面上的月亮倒影 虽然会让人觉得真实 但终究只是虚影 此时的三勒便从对方视野里消失了 于是他把握这个宝贵的瞬间 发动当没有吸引到对方仇恨时 威力会大幅提升的 暗杀突刺 然后再无缝衔接 钻头穿刺 这一套combo打得伪扎未门双膝跪地 三勒笑容洋溢 潘西亚共直呼之什么东西 却又觉得非常合理 这才是他认识的三勒 越是伸出先进 越能发挥技巧和策略 现在压力来到了他们这里 如果这边的战斗无法解决 那就前功尽弃了 鉴于说他已经对麒麟造成了有效的伤害 这波有得打 而潘西亚共则是解释 没有必要冒巨大风险去对平 只要拖住对方自己不死 就算及格了 及格啊 鉴于再次发动神傀磊蛇 捆绑着对方接着说道 但是我想拿满分啊 话虽然说得很帅 只要下一满却像悠悠球一样 被迅速砸到地上 从大方豪言到被来回甩 载到躺地上洗澡归零 仅仅用了四格的分镜 简称帅不过四格 过程中还又贡献了一个表情包 堪称本座除了艾莫尔以外的表情包担当 无奈的潘西亚共只能将其复活 此刻的他就像费心操劳的老母亲 两边战场来回照顾 看到鉴于如此执着于正面对决 他给了他一瓶魔魂玩耀 效果是15分钟内 让使用者拥有99级的属性 这么好的东西不早点拿出来留着过年 潘西亚共解释 因为有很大的副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 还没等他说完 鉴于再次贡献一个表情包 冰大口吞下 我去 味道还可以啊 高崩萃水果味 副作用 管他呢 我要把他揍成废铁 拿去论金脉 不然鉴于的视野里颜色反转 分辨率从4K变成了720P 这就是副作用嘛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还 不 这回轮到潘西亚共打断了说话 最可怕的副作用是 每过30秒减少一级 每过30秒减少一级 30秒减少一级 减少一级 一级 我 你妈的 鉴于用了一个漫画 分进入放不下的T性嘴 表达出自己的惊讶与恐惧 一边躲避漫天的导弹 一边喊道 也就是说15分钟后 我会减少30级 怎么不早说 其实我想说来着 不信你把视频进入条往前拉一下 好耶 那接下来我把天称 剩下的200年属性点独向了吧 啊 正当鉴于感叹女人心赛P霜的时候 麒麟双拳砸地 她极限躲开 然后双手合拢 融合赤黑匪三色拳气 发动混合拳气 活飞踩 而潘西亚共也是Buff拉曼 拿出长枪 紧接着 鉴于发动弱武搏战 奔向麒麟 然后发动双拳冲击 左拳击打对方右膝 刻下十字印记 最后对其倾泻 刻完药后的全身之力 一套连续剂 终于打得麒麟有点当机 看到这个绝佳时机 潘西亚共果断追击 发动日光矛奸 刺向麒麟右膝 然而麒麟虽然受到了伤害 装甲却依旧剑载 正当潘西亚共还在思考对策的时候 对方举起那 像是开了陆飞的三挡一样的大手 对准了他 把护士听到了我的解说 潘西亚共第一次见闪躲 然而右手的失去还是躲不过 但是通过开始到现在的战斗 他观察到对方装甲最后的部位 是腹部 应该是在保护某个弱点 于是他对监狱说 我有一个计划 要听吗 回到三勒这边 他发现手上的兔岳双剑 和自己的技能 简直是绝配 极限提升 血量少于三分之一时 五分钟内 敌人等级比自己等级高出越多 自己的所有属性能增加量越多 然而想要利用 伪招未允的即死攻击 让自己的血量 降到三分之以下是不可能的 那样只会让对方的杀人数 跌得更快 但兔岳上前的暴击 即使自身血量减少的效果就能做到 另外 二郎斗志 通过减少体力 灵巧 激励 换来力量 敏捷 耐久的提升 提升程度和剩余血量成反比 和空腹程度成正比 而三勒也在战斗之前吃了五分饱 饿得刚刚好 简单来说 这两个技能就是近战 不要命流套餐 高风险 高回报 用得好登峰造极 用不好火速暴毕 三勒冲锋 伪扎为我们准备断峰 于是他自信地用战脚都弹反 结果真弹了个空气 因为对方并没有出刀 而是原地不动地盯着三勒的项链 那是埃莫尔在战前给他的护身符 一阵沉默后 伪扎为我们的口中 蹦出了一些零碎的词 比如 爱丽丝 认证马 碎片 编织 二号计划 完全听不懂 难道又是因为我跳过了新手村吗 只见对方戏掉护壁 然后说道 但敢践踏我的誓言 便要死于我的晴天大争之下 而后争气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缠绕全身的令人窒息绝望的漆黑气息 此刻的他散发出之前三个阶段都不具有的压迫力 仿佛是地狱归来的修罗武士 熟悉的准备动作依旧是断风 正当三勒轻松躲过后 想要取消对方是幻皮怪齿 伪扎为我们的刀并没有收回来 而是顺势在空中引雷 发动雷中 这两招之间没有任何间隙 正当三勒对着四滑如得福的连招感到惊叹时 折天蔽日的入道云迅速生长并吞没而来 不是吧 洛列不是还没结束吗 三勒意识到 这个阶段的伪扎威门的特点是连续发动技能 不给玩家传心和思考的时间 不知道用了什么看不清过程的高速移动 宛如死神一般的伪扎威门又出现在了面前 发动给三勒带来了一些心理阴影的大实话 距离过于近 没有时间闪躲 三勒选择用踢机化解 他才意识到 原来大实话在对方手上有刀的时候也能发动 伪扎威门再次手握刀柄 这一次是断风三连发 不装了 奋招复毒鸡翅吧 紧接着 对方双手握刀插入地面 造成一条逐渐延伸扩大的裂缝 火碎龙 只见从裂缝中涌出一团巨型龙星火焰 随后分裂 集火三勒 哈 这个时候还有新技能 三勒在火焰的空隙中极限斩夺 像是在跳一只不知道最后是死是活的舞 简称不知火舞 只要位置有所偏差 就会被火吞没 进出聚集的空中 形成大片乌黑色的云 而后化作坚决状刺向地面的三勒 这一波连招 消耗光了他的躲避技能和体力 紧接着三勒打开菜单 似乎有什么计划 又是刮风打雷 又是火烧乌云 你呀 总能给我整出点心滑 话音未落 伪扎卫门又又又又 以无法察觉的速度 再次出现在他的左侧 像是无法摆脱的死神 双手高举着刀说道 晴天大争 用轮回与供奉实现终极 晴天变幻 我穷气的一刀 全速半楼半的三勒 无法理解 为何自己能这么快被追上 更致命的是 此刻的他无法闪躲 这一招和之前的都不一样 来不及换上武器 三勒只能寄希望 于战角度的摊贩 我 亦能斩龙 像是受到了这句话的震慑 周围顿时寂静 离别一秒后 头顶的刀携带着 朝明电车的气势斩架 仿佛是要撕裂出空间裂缝 仿佛真的能斩落巨龙 沾满两叶篇幅的天晴 像是一刀两断 这个词的具象化 摧枯拉朽的斩碎三勒的战角度 剑气冲击 飞跃出数十米 冲击过后 留在原地的 是收刀侧身的伪扎卫门 以及跪倒在地 身体几乎被纵向斩穿的三勒 视频制作实属不易 如果觉得做得可以 还请订阅推荐鼓励 这是我的更新动力 就让我们相约下期